感谢朋友们来到军委谈心 记得好几期前 我曾经聊过在新加坡的整个石油行业 石油行业在新加坡的一个地位 但是新加坡毕竟是一个石油的中转站 或者是石油的加工 这些石油的源头是来自于中东的 大家都知道在中东 是全世界石油的重要生产基地 在中东众多的国家当中 沙特阿拉伯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今天我就想聊一下这个行业 因为我大概是半年多前 遇到一位这个行业之内的人 他的名字叫李扬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扬 你好 金伟哥你好 大家好 我叫李扬 李扬他的经历特别有意思 李扬是在爱尔兰留学 然后他又去了沙特 做了博士后 在沙特的一所大学里 对 我在沙特的一所学校 叫阿普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做博士后 我在沙特的一所学校 叫阿普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做博士后 去年五月去的 去年五月份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对 快一年了 阿普杜拉是什么意思 阿普杜拉是他沙特上一任国王的名字 叫阿普杜拉 他当时想做教育 做科研 所以说他以他自己的名义 投资了一所学校 09年成立了这一所学校 叫阿普杜拉 然后叫科学与技术 相当于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这个学校的全名叫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其中的阿普杜拉就是上一任国王的名字 我很感兴趣的是 你为什么会从爱尔兰跑去沙特留学呢 因为对我来讲 沙特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 对 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这样吧 你可以先说说你大学的经历 李扬你可以介绍你是哪里的人吗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我是江苏无锡人 然后无锡的一个县级是叫江英 不知道大家或者俊伟哥您听过没有 听过听过 您听过 华西村在江英 对 然后我本科去了江苏大学 然后学的是能源与动力 就是热能与动力 发动机内燃机方向 然后事实上我是10年本科毕业 之后去了日本 我研究生硕士在日本读的 去了日本的静刚理工科大学 在日本静刚线 在日本静刚线在日本中部 富士山属于静刚线 读的也是机械 然后我13年毕业之后 14年去了阿尔兰赌博 然后18年毕业 去年2月毕业之后 去了沙特做博士后 李扬也是周游列国 那最后为什么要考虑到沙特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博士阶段做的研究的方向 是燃烧化学 或者说燃料 石油的燃烧机理 然后大家知道沙特是一个石油大国 事实上我在博士阶段做的项目课题 是帮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或者说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做的一个项目 我的奖学金也是他们给的 所以说在我读博士的时候 就有很多跟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这家公司以及我现在做博士后的这个学校 阿普都拉国王科技大学有很多合作 然后我就博士毕业之后 自然而然的申请了这个学校的博士后 当然当时也申请了新加坡的博士后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 当然各方面考虑 后来我去了沙特 所以说有这一层关系在里面 主要考量沙特也是石油生产国 可能是你更靠近自己的专业 您说的对 是就是考虑到专业 另外一个沙特阿拉伯国 应该是负责流油的国家 它应该在教育方面投入很大 可能对你们科研来讲 投入也不小 对 其实这所学校是在沙特 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学校 等于说上一任国王想投大资金 投很多钱去建立一所这样的学校 搞研究 所以说整个这个学校的投资量是很大的 然后它有很好的资源 这也是我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 当然了我去年我在新加坡见到你 我们还坐一起喝了咖啡 对 然后你还特别给我看了一下大学的卡 一张蓝色的卡是吧 那是一张你们大学 不是你们大学给你的 是你们国家沙特这个国家 给你一张的医疗卡 这张医疗卡可以在全世界 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可以使用 就无论是看医生 还有住院 还有动手术 全都这张卡报销了 对 这张卡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联盟里面的医院 新加坡应该也有一两个医院 在这个联盟里面 而且都是私立医院 很贵的医院 对对对他是全额报销的 是 因为你知道新加坡 我有一期聊过对新加坡的医疗 我就说新加坡的私立医院里 好多好多都是中东国家的人 或者外国人 很多外国人都来这边看病 医疗费不便宜 这些中东国家 尤其是沙特 就能够全额报销给国民 而且你在那边又算外国人 是不是 外国学生 严格来讲是学生 那他们竟然能给你一张卡 说你可以到外国去报销 这是相当好的待遇 是是是 您说的对 对可以 一般因为是可以报销的 事实上 我在沙特国内 我去拔过一次牙齿 我都会选择最好的私立医院 因为是全额报销的 确实他这个福利挺好的 是啊 就光从这个 这一点上就看到这个福利有多好了 那你在那边的奖学金 应该也是不少吧 我现在是 等于说不属于学生了 属于工作嘛 然后博士后 属于一份临时性的工作 刚建校的时候 09年建校的时候 他这个待遇是非常好的 现在下降了挺多的 但是还可以 等个一个薪资的话 博士后他是跟 你可以跟你的合作导师谈 大概是6万美元起 年薪 然后不需要交税 所有医疗全免费 房子 对房子全免费 然后吃 住也全免费 住全免费 吃几乎不用花钱 对了 我还看到你发了过照片 你是在住的地方是一个别墅 靠海边 靠海边的一个别墅 对 这个住的地方是走到海边一分钟 然后那个别墅的面积是500多平 我是跟另外两个中国博士后 合住的这个别墅全免费 这个别墅有7个卫生间 等于说三个人住在一个 卫生间就有7个 对 整个待遇 福利还是挺好的 对 你刚才说吃住都不花钱 住是完全不花钱 吃几乎不花钱 对 很便宜 学校里面 就在学校里 但是也要付费了 就是餐费很便宜 很便宜 对 特别好奇 你们那个学校里的中国学生也挺多吗 中国的博士后 中国博士后挺多的 具体的数目我不知道 应该有100号人左右 博士和博士后 研究的科研方面的资金的投入 他们也很大吗 非常大 整个当时建校的时候 国王投资了是250亿美元 然后对于说实验设备什么都是非常好 然后包括每年给各个教授的研究经费是非常充足的 是一定的 而且他网络了全世界的人才到那边 对 不管是教授还是博士 博士后都是世界各地来的 在那边生活你还习惯吗 那边会不会很热 很热 当然新加坡也是很热的 但沙特可能比新加坡更热 夏天有40度以上 夏天最热的时候 然后我们事实上在海边靠近红海这个地方 湿度100% 所以说那种非常热又100%湿度 那种感觉很不舒服 这种温度和湿度到新加坡 可能就感觉特别凉快 对新加坡会反而相对比较舒服一点 我前两天还遇到一个从泰国来的朋友 下飞机到我这边就说 新加坡怎么这么凉快 我从曼谷过来 我感觉到新加坡是到了秋天 我说有这么夸张吗 有对比就有感觉不一样 是 你们主要是在大学城之内生活工作 那么也经常走出去吗 对会 我们一个学校相当于一个小的社会 这边学校里面有超市 电影院 健身房 什么都有 但是也可以出去 出去的话就是 学校有免费的大巴 送你到市中心 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有各种各样的大的商场 就像新加坡那样很大的 然后也可以去娱乐场所 什么都可以 我刚才听到一个词 你说电影院 沙特有电影院吗 有 我们学校的电影院 刚建校的时候 09年建校电影院 是全沙特第一个电影院 是吗 对 因为可能了解 您或者说了解沙特的这些听众 会知道沙特是 由于他可能国家的关系 或者宗教的关系 是不太支持娱乐行业的 但是现在已经有 利亚德首都已经有 越来越开放 有更多的电影院 也出现了 就好像刚开放一年多 对 是的 刚开放一年多 而且以前我听到 就是很多有趣的事 就是居住在沙特的人 那么靠近迪拜 所以他们就开车 去迪拜 特意去看电影 对 去迪拜 或者说去巴林 旁边有两岸国家 虽然他们也是伊斯兰教 但是他们是比较开放的 与各种娱乐行业 那你觉得在沙特的国家 真的是非常保守吗 是挺保守的 首先沙特是属于伊斯兰教当中的逊尼派 然后是逊尼派当中的瓦哈比派 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包括这个女性的装扮 她们会头上裹那些黑色的丝巾 等等 是比较保守的 在学校里也很保守吗 没有 学校是一个西方社会 相当于是 就是说你穿着 都是可以正常穿着 包括如果女生去游泳池的话 你可以穿泳装什么都没问题 而且事实上 这个学校是沙特第一个 男女可以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学校 因为沙特他等于说男女 比如说包括大学也是 男生是在男生的大学 女生是在女生的大学 除了你们这学校之外的学校 都是分开的 男女分校 分校的 对的 那你觉得在沙特读博士后 是不是比在其他的国家读书要爽的很多 因为待遇这么好 可能从两方面来说吧 就一个 一方面是我事实上我去过 我在日本等于说是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读过硕士 我在爱尔兰相当于是欧洲最发达地区之一 读过博士 然后现在来到中东 沙特事实上是中东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就中东这些国外大众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是相对比较好的 一个是由于他充足的研究经费 导致你的研究设备 很好 然后研究经费充足的话 你可以做很多想要做的研究 第二个是就是从研究角度 从业务的角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从待遇的角度 就是工资福利比较好 所以说从这两点来说还是不错的 那你觉得这个国家 他的人才够吗 就是说他虽然投入这么大 但是他整个的人才主要是外国人才是吧 对的 事实上这个学校的教授 基本上都是外国的 沙特人相对很少 所以说他也是国王也是慢慢想培养 培养把沙特的人才培养出来 因为你可以培养 这些教授可以培养沙特的博士 沙特学生 然后这些博士以后未来是可以成为 为沙特做贡献的 是 刚才你说了这么多在大学内的生活情况 大学之外就是在沙特的普通人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这么说沙特人 他们的福利待遇很高 他们的平均的工资是多少 沙特的平均的工资 说实话我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 大概就行 大概 大概 因为我接触 我在沙特学校里面接触的 包括我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 沙特阿美公司里面 接触的都是 我猜也是沙特可能收入比较好的 对 我不敢说沙特工资 平均工资怎么样 但是我整个的感觉 沙特人是比较负数 然后生活比较悠闲的 比如说在那边买个房买个车 这些负担会大吗 没问题 那是没问题 对沙特人来说 那平均买一辆汽车多少钱 我感觉是跟美国的价格一样 如果是二手车的话是特别便宜 然后沙特人喜欢买 可能跟美国人也一样 喜欢买大排量的车 对了 沙特那边产油 油一定很便宜 对沙特的油很便宜 比如说水比油贵 真的 沙特的国家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有机会去沙特玩一下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好像这个国家签证制度还挺严 对 是不是 对 就是好像很多 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日本的 还是新加坡的护照 去很多国家都不用签证 到沙特是要签证的 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 沙特是不光是新加坡 所有的国家签证都要来 所有国家护照都要签证的 然后以前沙特甚至是 不开放旅游签证的 就是说你来沙特 不开放旅游 不欢迎来旅游 对 就是你来沙特 如果是公司派你来 那你就是申请公司 跟沙特政府的一个签证 然后我当时还没来做博士后 来沙特开会 都是政府发放的签证 他们是没有旅游签证的 到现在才慢慢开放旅游签证 对 但是他们其实也不用旅游来赚钱了 因为他们挖出来 油就是钱 对 可能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你觉得整体的 现在我特别关注石油行业 因为我买了石油的股票 石油你觉得很多人说新能源会代替石油 在很多层面上 可能比如现在要发展的电动车 很多实际上的交通工具都慢慢的用电池来取代了 那你觉得沙特国家以后还有什么发展吗 如果将来石油真的是 一个是有可能石油会枯竭 第二个可能就是大家全部用新能源的 对这种方面 以你的专业的角度来看 你是怎么看的 俊宇谈心的节目在喜马拉雅 蜻蜓和YouTube的平台都在持续更新 除此之外我也建立了谈心群 世界最大 但距离却不是问题 谈心群可以将我们相似的人们连接在一起 在群里你也可以找到我们访谈的嘉宾们 伙伴们可以通过公众号 或者俊宇谈心的联络员申请入群 首先我也是作为一个很小的 我是做燃烧石油燃烧的一个小方向的一个研究人员 我的一个小的见解 不能说专业 抛砖引玉 那个石油的话整个行业 它石油这个从资源的角度 或者说原材料的角度 石油是一个比钢铁 比如说贵金属 然后农业原材料 所有这些原材料加起来都大的一个行业 从资金量来讲 然后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的话 确实就是未来乘用车 比如说如果石油用于汽油柴油 乘用车方面我们会向着电气化 就是上电动方面迈进 就是转化 我像未来五年十年之内会转变很大的 对对对 但是乘用车持油转化为原油 转化为汽油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 或者说还有很大一部分 比如说燃料油的柴油 柴油去驱动卡车 柴油去驱动轮船 航空煤油去驱动飞机等等 这些需要大推力 需要长距离运输 需要能量密度很高的这些 交通运输工具的话 还是必须要用石油 必须要用油的 这是电在短期内没法替代的 这是第一 第二石油不光是用来用作燃料油 石油很大一部分 是可以用作化工产品 比如说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 一些化工的基础原料 乙烯 本类的甲本 二丁烯等等 这些是很重要的化工燃料 或者说大家熟悉的塑料 什么等等 这些都是从石油过来的 包括做电动汽车外壳的 或者很多组件的东西 都是其实从石油来的 您说的对 这些塑料什么都是石油的一个化工产品 对吧 其实我以前还真没想过 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 这个石油原来就是说 它首先我们平时开的车 使用的这些汽油 是在整个石油工业消费里面 占很小的一部分 对 是占一部分 属于轻质油 对 另外一个角度 石油不光是转换为一个燃料 它还作为一个很多的化工产品 所以这一块的市场也很大 这一块的需求也很大 是 对 这样一想 我就觉得我还比较有信心 李扬现在是在 其实是在北京 我们现在是通过微信 这样来交流录音的 等于是做一个远程的连线 因为近期你也不会来新加坡的 我去北京 我看也很难碰到你 我看你的都是到处跑去出差 现在你是在一个 你是属于 刚才你提到的 沙特阿拉伯的国家的公司叫阿美 是吗 对 阿美 它和美国有什么关系吗 对 好 我现在在的公司 英文名叫Saudi Aramco 就沙特阿美 然后叫石油公司 然后事实上 它最早是美国人在 美国人建立的 美国人在沙特发现了石油 然后帮沙特开采石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沙特人把这个公司国有化 从美国人收归国有 然后这个公司就叫做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就是Arab American Oil Company 所以说Saudi Aramico 就是事实上是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 它其实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然后被沙特收归国有的 后来就是美国的这些股权就没有了 对 国有化 但是名字没改 名字没改 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对 所以这家公司 它主要是什么性质的公司 是完全国有化 或者说是等于说王室控制的一家 生产原油 包括下游的化工瓶 燃料油的一家大型的石油公司 事实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 那你现在是在这家公司做业务是吗 我现在是刚才说了 我现在事实上 我是属于这个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在那边做博后 但是最近半年 1月底到7月底被派到沙特阿美的北京研发中心 他在北京有研发中心 对 在北京的一个研发中心 事实上是在亚洲的一个研发中心 他在亚洲就有一个研发中心 东亚我的意思是 就在北京有一个研发中心 做半年的一个项目 沙特的阿美公司和国内的合作还是挺广的 是吗 对 其实事实上上个月 最近两个月 他沙特阿美也准备进入中国市场 签了好几个大的合作的意向的单子 进一步的深化和中国的合作 对的 主要是他是原料的提供商了 对 主要可能是从原料 原料有crude oil 就是原油的提供 好 那你觉得在北京工作的还挺开心吧 对 我是因为在国外求学这么多年 然后这么多 等于说八年了 一直在国外 一直在国外 就回到国内比较亲切 吃方面都还适应吧 吃应该说是特别适应 因为一直在国外 就有个 你原来在美国待过 你也知道 就是说亚洲 或者说东亚的这个吃 比欧洲还是要好很多 比欧美还是要好很多 当然你在美国的时候 除非你在洛杉矶这个地方 或者在美国纽约 或者芝加哥这些地方 还能吃到正宗的中餐 到其他的城市 基本上的中餐 都是美国人吃的中餐 那种就是极其难吃 对 但即便你在住在洛杉矶 你还要特意开车 好远的地方去吃这些正宗的中餐 对 就是吃方便 确实特别不适应 但是如果小孩在那开始长大的话 他们就会很适应那边的食物 但是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体型长得也是 有点和我们中国孩子不太一样 是吧 对 回到新加坡之后 就感觉特别适应 因为这瓶口味都是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亚洲的食物 还有中国的食物都很多 而且近年来 中国人来这边开 饮食行业的越来越多 好像现在的各种的烧烤 东北烧烤 还有海底捞 海底捞这边好几间店了 还有等等的美食 都可以在新加坡吃到 对 所以这方面很方便 而且一些调料什么的 一些我们习惯吃的蔬菜什么的 在新加坡也很容易找到 对 新加坡的食物我特别喜欢 我来过新加坡好几次 不管是什么海南鸡饭 还是什么肉骨茶 还是海鲜 都特别好 你对新加坡已经很熟悉了 也不能说很熟 也就来过那么三五次吧 然后都是旅游相当于是 那你对新加坡怎么看呢 你觉得这个城市的石油化工行业的 它是在一个什么地位呢 半年前吧 您有一个节目当中讲到 就新加坡是一个不产一滴油 但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 和它领导人的一个规划 它事实上是一个炼油大国 事实上我现在处在这个石油行业里面 这个高端的 比如说汽油柴油润滑油 这种高端 包括化工产品的炼制 很多都是在新加坡 新加坡对下游的一个 燃料油的演练是非常厉害 对 它主要是 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航空油 是吧 中B端的可能它就不做了 就是主要生产一些高端的 对的 其实这些公司也不是新加坡的公司 也都是美国的公司 或者其他国家的公司 新加坡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地方 我搭台上系 所以就把新加坡的整个的工业搞起来了 那些大的石油公司 美国的艾克森美福 荷兰的翘牌石油 英国的BP什么 这些公司在新加坡都有炼油厂 就是炼高端的这些轻质油 而且现在在海底挖了一个大的储油库 这个储油库的规模相当的大 可能再过几年就开始投入生产了 用来储存了 这是新加坡的一个优势 因为新加坡的整个的工业产值 它石油方面都不计入在GDP之内 因为如果计入在内就明显的不平衡 就太高了 高到没有办法算到别的行业 就算的算的就是不那么平衡了 所以说它一向来讲国民生产总值 GDP就是要非石油行业的生产总值是什么 因为它占的比例非常地高 当然了也比新加坡带来很多财富 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你在沙特申请他们专业的经历吗 那有没有读研究生的可能 除了博士 可以 其实说到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比较容易和直接的 因为我等于说是申请博士后 是一份相当于临时性的研究工作 我在来沙特之前 我就在我读博士的时候 就跟这边的沙普 阿普都拉国王科技大学的教授 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说等于说我们有一个面试 然后我首先把我的简历 我发的论文 什么发给 以邮件的形式发给这个教授 然后我们会有面试等等 就很快就拿到offer了 面试你是去沙特申的面试吗 没有是skype 等于说是网上的面试 就是在网上 对 然后说到您说的申请的 这个学习的话 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 那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等于说跟本科不一样 他就是你把自己发的论文 自己的简历发给教授 然后把自己的想法 以后想做什么研究方向 跟教授讲一下 然后教授会对你有个评估 然后也就是一个面试 会觉得 直接发给教授吗 直接发给教授 发到教授的邮箱里面 就等于是套词了 对 这种和其他的大学申请 也没有什么不同 是吗 没有什么不同 你觉得他的申请通过率会很高吗 以前刚建校的时候 还不是很难 现在越来越难 就是博士 博士的申请 主要是博士 因为硕士都是比较少的 他现在据我所知 他难在什么地方呢 他对比如说 印度和中国的申请者 他都已经有定了 比如说印度申请者 你必须是RIT毕业的 本科 RIT您知道 可能是印度的MIT 印度最好的学校 然后中国申请者 必须要是C9大学毕业的 清华 北大 复旦 上交 浙达等等 他们都知道 门槛这么高 对 他们都知道 学校里面都知道 对 是这样一个 然后 但是我们有时 就是海外的学生来留学 比如说来到新加坡的学生 他主要是考虑到 我新加坡 它是一个可以 不光是学习的地方 它也是个工作的地方 也是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所以大家来这边 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 我以后找工作 怎样留下来 到沙特留学的 大部分人我想 没有想留在那边 长期居住的 您说的对 其实大部分人读完 无论是读完硕士 博士 还是像我一样 做完博士后 还是离开沙特的 不管是回到自己国家 还是去其他国家 因为沙特这个国家 第一工业方面来说 公司不是很多 最大的也就那两个公司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然后学校来讲的话 最合适的也就是这个学校 留下来很难 所以说 当然也跟沙特本国的 一个环境有关 可能不像新加坡 这样一个等于说 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国家 开放型的社会 所以说很多都是来这边 等于说做完研究之后 会离开的 如果能申请到 这些待遇是很不错的 如果读研究商什么的 他应该是学费不高吧 是全额奖学金的 全额奖学金的 都是全额的 没有说自己花学费去读的 从来都没有自己花学费的 包括我或者说 讲给你讲这个事情 沙特在刚建校的时候 他为了吸引美国的 美国人 美国的学生 来申请这边的博士 他出了一个什么政策 就是你在美国 比如说你要 在本科时候 很多学生会 就是申请国家的助学金 就loan 就是问学家借钱 然后你毕业之后 工作了再还 沙特出了一个政策 你来这个学校 你在美国读了本科 来这个学校读硕士 你本科时候 借的钱 我们学校把你全还掉 这样本科的借的钱 那很吸引人 美国的学生都是 工作之后多少年 还得还贷款 对 这是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学校刚建校的时候的一个政策 现在没有了 就是为了吸引 所以说说回来 现在学生多了 门槛也自然提高了 门槛自然提高了 所以现在的话 全额奖学金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在读博士或者硕的期间 他会有 会送你到 你如果比如说 你想到 举个例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 去做半年的研究 或者去一个公司 做半年的研究 这个学校全 就是给你钱 让你去做 就是资助力度很大 那你现在在国家 阿美公司工作 其实拿的薪水 还是说大学给你的薪水 薪水 当然是大学给我的薪水 对 那你说说你现在的工作状态 你是在北京 对 那么你是主要是搞研发 做项目 对 我现在主要是搞研发 做一个项目 具体的来讲 就是做一个 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 生命周期的一个分析 然后做一个半年的一个项目 他在那边的公司的人员多吗 我现在在的 研发中心 大概有40到50号人 我们当然 我还有一个做业务的部门 就是做人事 然后做一些投资等等 那个部门 大概还有一百号人 那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建国门那边 更加是中心 三环那边 二环三环那边 对 还是不少人的 你们工作的状态怎么样 会不会很忙 事实上 首先是我自己从来 我一直在学校 我没有工作过 但是 我们这边 我刚才讲了 我们这边是 旺金国际研发源 有很多互联网公司 跟这些互联网公司来比的话 我们是 特别不忙 特别不忙 对 有没有996 我们是996的反面 996的反面 9点上班 6点下班 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8个小时 但事实上是不打卡的 工作环境很好 每人一个办公室 每一个人一个办公室 各方面都还不错 那等于是相当舒服了 而且在那种环境 旺京那个地方 我相信很多公司 可能工作时间 可能都达到你们那边的一倍了 对 应该有 达到一倍的话 可能12个小时 对 会有 对 那你们就没有人加班吗 加班的话 几乎 因为我在办公室经常会待的比较晚一点 因为我单身 我在这边一个人 所以没有 几乎没有 我看不到 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 比如说现在 现在北京时间 我们录音的时候是9点 我这里是9点20 我们这一层楼已经全黑了 因为我们是传统的实划行业 可能跟互联网行业 他们直接需要面对业务的这些 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现在是9点20 北京时间 我们录音的时间 现在我从我窗户望出去 都是灯火通明 李扬 我想问一下 你自己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规划 你是想在留在北京的 还是在继续在国外发展的 你有没有想法 我现在事实上 也在申请 沙特阿美北京研发中心的职位 下个月有一个面试 当然也取决于 取决于他们的待遇 包括以后的发展前景 所以我想等面试结束之后 看整个 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现在 包括我现在在沙特 这个大学的博士后还没结束 等这个博士后 结束之后 我也会再考虑 到底是留在国外 包括去新加坡 还是说回国工作 对你来说 你没有说特别想留在哪 只要是这个工作适合你 专业对口 适合你的发展 你无论是在北京 或者在欧洲 或者在新加坡 甚至在沙特都可以是吗 您说的对 事实上 我之前跟你聊过 我博士毕业之后 差一点就来新加坡 做博士后了 对 李扬是非常一个 有朝气 有理想 有想法的一个年轻人 也祝愿你 在你今后的 在专长之内 大展宏图 事业有成 谢谢 谢谢君伟哥 谢谢你 谢谢李扬 特别上我们的节目 来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包括沙特的一些见闻 还有一些 对关于对石油行业的一些看法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现在李扬在北京 我高军委在新加坡 我们共同录制这期节目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